冠冠菲,看一看 哇,他們的新強勁 11倍降落,1.6 這隻就未必可以 如時預備,起步,預備 在這步的時候,已經看到博德惠雙方之快 村莊綱在前面,拍到中間上來還有新強勁 然後還有本地實力,大外蘭還有勁友來 再後一點,然後才看到天綠在外蘭的位置 後面還有萬能區 然後就是雙苗星 再後一點,裡面騎著騎著騎著還有天下寶 天下寶後面那隻是電信巨星 然後才看到懸是燦爛,然後是寶樹多營 寶樹多營之後就是紅副子 爆完美的王國手距離頭馬超過15馬位 走到對面直路 前面分路有利放過幾馬位 先領先天綠,守住第二 村莊綱,守住第三 過幾馬位之後就是新強勁,天下寶 再過幾馬位之後就是博德惠 然後跟著萬能區一直都賣不來 在裡面還有電訊巨星 然後才是本地實力 然後才見到雙妙星 後面還有元氏燦爛 然後還有紅褲子 在尾還是旺角手 距離頭馬縮短了一點 10個萬能區 轉了半個銀溪彎 前面方頭依然是勁有利 方出頭半個萬能區 先領先天陸可以上來逼他 守住博斯維裡面那一隻熱門的穿針引線 然後才見到騎他 騎他上來新強勁 最後才是萬能區 然後雙妙星 後面上來還有博德威 然後天下寶在尋找威 後面上來還有電訊巨星 大華仔終止見到 還有旺角手、懸氏燦爛那些馬 直路約翁 還有200多米左右 前面第一隻突出圍 中檔穿針引線外面 那一隻就是萬能區 大華仔終止現在才見到 爛爛爛爛爛爛 外面還有雙妙星 前面領先少少爛爛 依然還是穿針引線 萬能區就已經和他一起鬥 萬能區就在鬥這個穿針引線 看見還有新強勁的馬 萬能區跑第3名 新強勁跑第4名 天下寶 萬能區 梁家瑋 又一路力騎 押著熱門馬 萬能區第一 村上線第二 新強勁第三 天下寶跑第4 這次萬能區先贏村針引 打邊也沒問題 對 沒事 以為他輸了 那次啊 那次沒有打邊也沒說馬不受邊 哈哈哈哈 這樣也是 8-3 反過來 新強勁也有 是不是有第3 掃邊 現在的馬 中游而已 早段也有3疊 離地比馬好 最後階段也有10個開 第2場 是否有事 不過 以一個這麼經驗淺的人來講 你不要經常想著 那個時候我要做些什麼動作 什麼動作 你們已經集中精神去贏好一場馬 所以小卓也有警告他 是的 真的 我覺得 你沒有必要 那種很威風 你先去做你一個10磅建築生 應該做的本分 你也是說 這場其實就是他贏了在香港的第2場頭馬 但是小卓也有警告梁家偉 就是不要在終點之前 做出這個勝利姿勢 我也覺得是 我沒有看過那些賽事 我真的覺得 我想這個行為 他真的很興奮 當然 當然 不過 他會忽略一件事 你這樣站起來的時間 你不知道 跟著馬 會不會有些 Lost balance 可能影響的 會有 一個終點 馬你衝行之後 可能他頂上那個 突然爆肝 腳頂著 你不知道什麼 危險 現在我們 基本上是沒有所謂的 你回來 掉頭的時候 你喜歡走到公眾直尾 都還可以 你喜歡 怎樣去後面歡呼 都沒有所謂 那時候你開心 不遲 甚至你可以路走 飛吻給觀眾 也可以 石馬 拍 也可以 沒有所謂 這是危險 我不是很介意他 我不會說你真是招職 不要緊 這是危險 我明白他的心境 心態 尤其是有哥哥這麼厲害 但不需要這麼心急 他經常去張揚 去掛著做那些事情 他不是說放頭 馬是來地好 就來地好 都是翻版 很多翻版 頭尾牆都是翻版